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改革开放都45年了 45年了 就作为一个企业 你们也有快37年的历史了 你看当年我们就是这样创业的 一个大缸 一个自行车 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 浙江传话集团董事长徐冠聚 回忆起自己的创业之路 37年前 他和父亲徐传话 靠着2000元借贷 一口大缸 一辆自行车 生产销售液体造 如今当初的小作坊 已经成长为一家多元布局 涵盖化学化工 智能物流 科技农业 生命科学等领域的 现代产业集团 2022年实现营收1450亿元 利税超150亿元 产品和服务涵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个是工厂的总控室吧 对 这是工厂的一个总控室 它能看见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中控啊 只会生产的 完全是自动化的 初见生产完以后 这里是传化集团的一家精细化工厂 位于杭州市乾塘区的大江东产业集聚区 以生产纺织化学品为主 占地2万平方米 员工只有400多名 年产能力却达到60万吨 产品近4000种 高效的生产得益于工厂的智能化水平 工人只需要在电脑前清点鼠标 智能制造管理系统 则会自动完成原料配比输送和生产 这个工厂我们建设总体大概投资了五个多亿 但因为智能化 它从系统到前前后后的这种装置的这种配合 在这里也投资了一个亿 您投这么多 它能给您赚回来多少 我们这个工厂在建设前 它400多人生产是20多万吨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的400多人生产的是60万吨 数量上面就是翻倍的增长了 从2015年到2020年 传话集团在营收 利润 税收方面 增长了四五倍 而企业的人数并没有增加 依然保持在16000人左右 这个现象的背后 是传话集团累计投入超20亿元 用于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 这是您主动要做的事 还是被市场逼的 主动做的与市场逼的都有 坦实讲2000年以前 我们不以为互联网技术 信息技术跟我们有关 他们说我们是传统制造一企业 我们还不认证 我们哪里传统呢 我觉得我们效益还蛮好 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 数字对我是有帮助的 20年前后 当互联网浪潮起来 当我们去这些优秀的企业 去参观的时候 发现我们还真传统 为什么呢 我们都是靠人指挥的 别人的效率是人群效率 那我们就不高 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有压力啊 传话对于技术和创新的重视 源于创业初期 至今传话人依然熟知 2000元买来一包盐的故事 1986年 徐冠聚和父亲创办生产液体造的小作坊 初期他们对液体造并不了解 为此专门请来一位懂技术的师傅 但这位师傅只愿意教授一些基本的制作方法 关键工序需要按次数交费 并在现场由他自己来调制 徐冠聚观察到 那位师傅每次都是将一包粉末倒入配料中 液体造才能凝固 为了得到这个诀窍 徐氏父子花了2000元买下了这个商业机密 后来发现 这一包粉末竟然是家用的食盐 当时2000块钱是多大的分量 当时的2000块钱 相当于今天起码20万 因为当时我2000块钱创业了 居然告诉我一个诀窍 他要我2000块 就这件事情给您带来的影响要多大 所以当年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的这个就是创业发展以来 这种事情可碰到得多 这种点点滴滴教导我们的 有时是一个就是一个窍门 有时就是一个窗户支 它没捅破 看来就是我们要去探索 我们要去实践 2000元买一包盐 也坚定了徐传化父子 引入技术人才的决心 1992年 传化打破家族企业发展模式 同时引入大学生和社会人才 建立传化实验室 就这样 这个最初的小作坊式企业 走上了一条科技创新之路 为了更好的顺应时代潮流 并解决企业发展所遇到的瓶颈问题 从2010年之后 传化集团开始全方位推动 数字化技术变革 开启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的大幕 如果当时不改的话 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 继续传统下去 有没有出路 我估计就是今天也没有今天这个产化 所以我就给大家提倡 估计30年要产化 未来30年有没有产化 为什么会有这种紧迫感 未来30年我们产化 路在何方 然后警示大家我们需要变革 我们需要高次量发展 我们要拥抱数字化 然而最初对于要不要走数字化转型的道路 传化集团内部的声音并不一致 为什么还会有争议呢 这个就是我们对数字技术的认识问题 但是按照原来传统的方式 解释成本低啊 人工便宜啊 当时为什么能够选择 我有便宜的方式 我不用 我要用当时看起来贵的方式 我们要算未来账 要算大账 大账是什么账 如果不是数字工厂 可能它的节约化水平没那么高 关键是我们的第五阶 在这个数字化过程当中得到了断裂 然后让我们今天的工厂 它如此地智能化 这个数字化 你现在在干嘛呢 我在统计那个自动化的一个使用率 在人工方面可能就是说 陈荣从事自动化技术岗位的工作 大学毕业后进入传化化学 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1个年头 在这干有意思吗 我对自动化控制的比较感兴趣 然后传化给我一个平台 所以说我是感觉蛮幸福的 这个实验室就属于一个核心的实验室吗 对 这个就是我们相交的实验室 其中的一个 你是这个研究室里面的研究员 对 我是现在目前是工艺工程师的副主任 据传化化学大江东厂区近百公里之外 传化合成材料实验室的高九旗忙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和同事致力于一种稀土顺钉橡胶的研发 因为这种特种橡胶具有升热低 活动阻力小 耐磨等优点 被广泛用于新能源车轮胎的生产 但长久以来被国外企业所垄断 稀土顺钉橡胶的研究 你参与了多少年 我基本上从17年我们开始立项 一直到现在就是全程参与 难还是一 相当困难 在国内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很成熟化的 然后完全需要我们自己进行一个突破 那别人都做不出来 你怎么知道你就能做出来呢 我们只有靠这个 我们能做出我们当时那个寒冬 让高久齐感到压力的 除技术需要从0到1取得突破之外 他所在的传化合成材料公司 原来生产的是普通品种的顺钉橡胶 因为市场不景气 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研发新的稀土顺钉橡胶 被视为公司唯一的出路 作为企业的决策人 您的选择有多少 我们曾经选择把它卖掉 跟我们化学板块的这个董事长 给他讲过 这样我说年年不盈利 很亏损 那未来怎么样 当时他也说过清楚未来怎么样 但是呢 他想我们的想办法 这就是那个稀土顺钉橡胶 小钩 拉过来一块 直接弹出来一块 它直接可以缠出来的 这个能摸吗 能摸 可以 它比一般的顺钉橡胶 要贵出多少 比丸子的橡胶 贵25%到30% 2021年 高九齐和他的同事 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们研发的稀土顺钉橡胶 实现了全面量产 产销破万吨 当这个东西不仅能够成小样 而且成为产品的时候 你得到的回报是什么 我是然后董事长 亲授的那个我们集团的老模 老模啊 对对对 物质奖励有没有 有有有 其实我们董事长就说 我们员工要在五年之内翻一翻 有没有达到啊 达到了达到了 对于传话集团来说 最终收获了能够实现 国产替代的拳头产品 但为了支持 稀土顺钉橡胶项目 他们在七年时间内 支出了两亿元的研发费用 用了七年的时间 花了两亿 然后现在每年 给您赚的钱是多少 现在每年的利润啊 这个这两亿左右啊 预计每年 我们的产能将扩展到 将近30万等 那这个意味着还能够有倍增的一个效应 那回过头去看 本来是一家想甩掉的企业 现在变成给你们很大利润的企业 对啊 这种转化有时候是想不到的 所以从回顾我们传化的这个发展来看 始终要这个 这个仓业不停 仓心不止 始终要带着责任 千万别放弃 你放弃了 什么都没有了 徐冠聚是浙商的典型代表 在他看来 这些年来能不断开疆拓土 带领传化集团 从浙江走向全球的关键 就是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据他介绍 2022年 传化集团科技投入同比增长77% 未来五年 将持续保持科技投入 年复合增长在50%以上 我们要与跨国公司 世界一流企业同体竞争 只有中国的企业强 我们国家强的 中国的企业不强 国家何以强 我相信这一点 我们的体量上面 有时候想想看 没有多少差距 但是我们的科技水平 有些行业达到了世界兴致水平 但是我们有很多行业 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还是得靠技术 还是得靠技术 就是古区这种生产方式 我们会了 世界别的地方也会了 如果我们躺在过去的功劳部上面 很想过去那样 那肯定是没有的 看来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成功的企业 是走出来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大部分企业 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这是最难熬的一个时候 在过去的37年里 传化集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近年来 国内基础化工材料产能过剩 下游产业需求不景气 以及个别西方国家 与中国脱钩锻炼 全球需求下降等等不利因素 也给包括传化集团在内的 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预计2023年的传化集团 营业总收入与去年持平 利润相比去年下降三分之一左右 这也是该企业首次出现 利润下降的局面 这些因素有多少是企业可控的 有哪些是企业控制不了的 有很多都是企业不可控的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那企业的未来又在哪 这个啊 但有一个问题是 要想回来是自己企业的问题 什么 如果我的技术 是行业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的产品 是这个行业不可或缺的产品 缺了你不行 那缺了我不行 我觉得我们就不会那么被动了 那怎么办 它真正的一个市场下去 靠技术啊 你看依靠传统的这种啊 靠长体量 长规模 这样的一种时代 一须不复返了 那您看啊 就是在过去的若干年里面 集中出现的一些事情 你比如说恩物之间的冲突 你比如说这个中东 现在的这些乱局 再包括过去三年的疫情 看上去这都是偶发因素 但是企业现在所面对的难关 是不是早晚都会遇到的 我想我们这一点是太信用了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我历年持生的嘛 我们的日子是一天天的好起来 国家是这个一天天的 这个发展起来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一点啊 就是世界不那么特别 就环境啊 好像不顺利那么好 但是从拉长的历史来看 我们今天碰到的还是小问题 是不是还会有更大的问题要发生 那我们也要去面对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靠我们企业奋斗 我们每个老百姓去奋斗 要需要我们企业家去努力 使我们的奋斗和努力 让国家走向强大 社会走向这个繁荣 工作之余 徐冠聚经常会来到 传话集团的展厅转转 在这里 他和父亲白手起家的创业历史 总能带给他无限的回忆和自信 您说那个时候有没有难啊 所以啊你看啊 就是我的想 我们成话就把这个 作为转管的这个第一课 就是过去我们是那么难过来的 虽然我们当下碰到的困难和问题 与过去不一样 可能就是未来我们 要碰到的这个问题会更复杂一点 但我相信我们的基础条件不一样了 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世界的地位 也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的未来啊 还是充满信心的 未来会难 但是呢 比过去的难 我觉得未来的难也不算什么